为配合地方节约能源计划玉里镇公所和玉里镇民代表会长期关心地方民众 并且为提升这个乡镇的节能新风貌特别召开说明会 邀请到地方人士一起出席 玉里镇公所表示说 经过各出席代表里长共同的延伤结果 LED路灯总计要更换2139盏 将优先装设河东地区 期许玉里镇可以成为一个节能减碳的漏火城市 为了配合地方节约能源计划 玉里镇公所以及玉里镇民代表会长期关心地方民众 并且为了要提升玉里镇节能新风貌 特别召开了说明会邀请地方人士与会演绎 低色温 这低色温简单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暖光 或者是黄光的部分 那不然是在我们的LED的灯泡 球炮灯或者是路灯的部分 都能够降低这个蓝光的这个光害 甚至于产生一个所谓的低光害 而且有助于我们的农作物生长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比较 从我们这个案子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主推 希望能够在玉里这边达到出一个健康 低光害的一个所谓的环境 目前玉里镇使用的蓝光危害人体有影响 会干扰退黑激素 并且影响生理时钟 使眼镜内的黄斑驱毒素量增高 孩童对光明度也比较高 另外对环境也会发生影响 容易影响夜间生物的活动 还可能干扰植物生长 LED路灯节能五年保固 节省率高达86% 玉里镇公所表示 共同研商的结果 LED路灯总计更换2139盏 将优先装设河东地区 订定路灯编排号格式 以及智能路灯200支安置位置 期许玉里镇成为一个节能减碳的乐活城镇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